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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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星人貴族的粉絲 我們現在就在紅磡的一間很美的新的酒店 就是日酒店 從我身邊那位女生都是從新加坡來的 佩珊 我們現在在香港 我知道你是來自新加坡 那樣就是說你特別來香港了對不對 對 是的 首先我們代表香港人先歡迎你 佩珊 佩珊 其實我知道你是從新加坡來的邊舞 就是你現在在香港工作還是在新加坡那邊工作 現在我是在新加坡工作 是 你在新加坡都是一個邊舞對不對 對 所以近期大概兩個星期前來到香港 參與這個residency program 哦 這樣子 其實這個是香港過幾邊舞節的第七屆 為什麼你有那麼好的一個緣分呢 過來 或者是我們有這個難得的那個智慧看到你的作品呢 因為之前我都是在新加坡發展 對 是 對 近期一兩年 我開始希望可以往不同的國家 接觸多一些不同藝術家的他們的 對 對 而且我也希望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文化 對 看這樣的一種不同的接觸 以新加坡之外的接觸 可以如何啟發我自己在創作方面 還是藝術方面的一些見解 嗯哼 嗯哼 這樣子 其實我們剛剛看那個video 因為那個是其實這個是一個預告片 嗯 一個預告片 佩山的一個預告片 我們剛才剛剛在開幕的時候 衛術總監梵天余先生呢 就給了一個video我們看 我們就看了佩山那個作品 就是你的作品的名字就是 Falling like an apple Falling like the apple 作為一個看舞的愛舞的一個人 好像我是一個很看 很愛看舞的一個觀眾 你的作品呢 給我一個很impressed的那個感覺 有男有女三個舞者 他們都抖拳在一起 抖拳抖拳 然後他們就拿那個蘋果 拿那個蘋果 拿那個蘋果 防止那個蘋果掉下來 對 但是最後蘋果都去掉殺在底下了 對 我並不是教徒啊 我是信佛的 但是給我一個很 common 的故事 就是好像是 Bible story 那個 Adam and Eve 把阿東 薩花 伊甸園 像地把他們 因為他們信了那個蘋果啊 那個是 像地更值的 不用他們吃 是不是這個有關 還是你有特別的認可 另外的一個編古的意思呢 其實他現在在編創的新作品 其實跟那個故事沒有關係 哦 OK 所以美麗已經誤會了 對我的出發點其實 就是我探索的 是 我探索的想法 所以 探索的 它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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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覺到更近 或更加接近 或是 它可以是 一個空間 環境 或是 它可以是 我們的感情 到生活 在自己 所以我探索的 在一部分 的思想 的 的思想 的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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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一個物品 掉落 還是 我們的身體 掉落 對它的那個 impact 就是那個掉落的過程 跟掉落的 那剩那 它有什麼 那個打擊 不管是 對物品的打擊 還是對身體的打擊 我就開始 對那個 掉落的感覺 得到一些啟發 對 所以就慢慢的 演變成 the what we saw this ish name the excerpt and the title of the work like falling on apple 就是 就是一個蘋果 不論是一個蘋果 這是一個物體 對 一個物體的掉落 一個人的掉落 對 還是身體的掉落 我們YouTube的朋友 也希望可以看 就是那個佩珊的演出 就是在 26月27日 6月27日佩珊有一個作品 在上環文言中心 同一個作品來的 那個就是 Fall Dropping down like an apple Falling like an apple Falling like an apple Falling like an apple 那個是佩珊的作品 你可以在城市電腦售票網 去買個票 就是6月27日 就是香港國際編舞節 第四屆 佩珊是其中一個作品來的 是的 一會兒大家可以在 你螢光幕 YouTube頻道螢光幕 那個 右下角的三角形 你按下去 你就會看到 詳細的介紹 在這裡我和佩珊的訪問 就來到這裡 首先在這裡 預祝佩珊 你贏出成功 A very good show Thank you 或者我們那天 都會來看佩珊 OK 多謝佩珊 Thank you Thank you